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一定要有预告性的内容 加上实际上带会员朋友们去重压 预告什么 就去买什么 实际上操作 会员朋友才可以赚得到大钱 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今天不讨论 为什么不讨论 因为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 你自己要有一个 有种自我的那种心理建设 因为涨了这么多 8500涨到11000 你要有种概念 就算拉回都是正常的 拉回一定是正常 指数拉回绝对是正常的 指数没有讨论的空间 修正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标股 就算修正 指数有修正 修正个多少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这个指数的专家 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指代会没有去重压股票 那指数在修正的光 那个光 这个一个小小的修正 它就会出现 是一大堆标股 投资朋友 那我不要扯题扯太远 我就从上个礼拜 上礼拜 上礼拜什么日子 上礼拜什么日子 投资朋友 请问上个礼拜什么日子 投资朋友 上礼拜应该是母亲节吧 母亲节 上礼拜是母亲节 那你有没有来 你有没有把它带回去 你有带回去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字卡你看过了 有请你来母亲节 让你见证标 因为你都错过了 因为政军都是希望 带你去做标股 对不对 二月 二月的太极 全市场没有人有太极 对不对 翻倍 三月的台湾经济 台湾经济 不多啦 70% 那四月呢 四月的保龄球 你就是整天看 我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已经涨了两倍 五字头的股票涨到160块 两倍啊 那我说二月有 三月有 四月有 那五月一定会有啊 五月怎么会没有 那母亲节不是说用 比较不好听的那个命令式的口吻 你给我带回去 对不对 那投资分享那有来 有来那你就有机会 可以来见证这个标股啊 独门的标股啊 不是吗 那独门的标股一定有什么 先给您看过 这叫预告信的内容 TG一定有 还没有加TG的赶快去加 赶快去加 那今天加我待会说明一下 你今天如果加 或者是留资料 我会给你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礼物 那五六日之三天 只要有加有看到本节目本时段的 待会我会跟你分享 那我也说明过了 你有加嘛 你有加那你就会有这个资料 那你有这种资料 你就可以来见证标股啊 不是吗 投资朋友 你要见证标股那一定要 有内容的码 有资料的码 世界首创啊 这世界首创那一定是独门独家 全世界独门 全世界只有它 他们家有耶 投资朋友 你知道这个概念吗 全世界只有他们家有 全世界 全世界 你有来吗 你没来 你没来 你一直看我也没得到 这资料你都有 这图片 我是全市场最会给 投资朋友看图片的 对不对 资料该给你的 都一定会有核酸检测 因为当时候政均推荐大疆 你错过大疆 对不对 你错过大疆啊 你大疆没有来 那很多都真的蛮厉害的 这标不标 4171的瑞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张字卡 这一档 4171 看一下标不标 你上个礼拜 你光是看这个操作 同志朋友 光看这个操作 那这是上礼拜的 不是不是是本周的 我们是上礼拜的 同志朋友 上个礼拜 你足足有多少时间 可以慢慢买 上个礼拜 这张 对不对 你还不是买我的 但是我的是最标的 我这一档比较标 我这一档比较标 我没有骗你啦 我这最标 我这60块 我这个60块涨到101耶 涨了68%呢 将近七成 一个礼拜的时间 一个礼拜 你有看过一个礼拜 可以涨70%的吗 一个礼拜涨70% 那不是标股 不然是什么股 有没有请你来 我说你可以来见证 预约就可以来见证五月标 母亲节 让你过母亲节 见证标 你给我带回去 那很多人看 看我们这个 这都是标股啊 没有乱讲啊 没有 几根 这样算一根好不好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这四根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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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根很厉害啊 很当然厉害啊 投资这四根还不厉害 这四根这么厉害 那不厉害 那你有比我更标的吗 但是郑军 郑军这个世界首创的 世界首创的 不好意思 这更标 这更标 这70% 68% 不好意思 68% 68% 68% 你有没有来 预约让你上车 你怎么没来 全球 独门独家 标不标 一个礼拜 70% 怎么不标 这个40% 算厉害的啦 40% 那你有跟着买的 你有跟着买的 那恭喜你 恭喜你 那稍微跟你分享一个东西 稍微看一下 因为其实 郑军就是说 希望就是 你们要大概知道 就是说 他走到哪 我就跟你分享到哪 看到了 这个 这个 那就不要太激情了 上个礼拜是送你的 你看节目 你看到你都可以慢慢买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就不用那么激情嘛 你可以来锁定新的啦 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 就是说 下礼拜会有重头戏 那你今天还是一定要来 因为你有来会改变你的一切 真的会改变你 而且我先跟你们报告一下 下礼拜 可以玩很大 玩非常的大 下个礼拜可以玩非常的大 因为有很多股票在六月份 会发光发热 会发光发热 那下个礼拜来 你可以来拿这一档股 那我先跟你讲 我要给你什么 我先跟你讲 我要给你什么 那你要来哦 你要来 你没有来 你一直看没有用 因为我这边是专门是做标股的 那明哲讲的 有些是你们没有赚到 我都 我都不知道讲什么 这是明哲送给你 这当然就是过去式的嘛 对不对 这你知道的嘛 这你知道的啊 圣宏啊 33 中间就稍微跳过去了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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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有没有赚过9天77%的 你有沒有赚过9天77%的 那我跟你讲这个 这个证据来讲 都是很很轻松的 对我来说很轻松 轻松 那你有没有看过比9天77%更厉害的 有58涨到299也是什么 也是差不多将近8、9天 8、9天从58块 58块的闽城 58涨到299 4天就涨到200块了 那大家后续的力道更强 投资朋友 在我们这边都是什么 专门做标股的 投资朋友 我跟你们讲过了 2020今年要改变 改变来做标股 因为你买强势股 你跟买弱势股 你不管买强势股或买弱势股 都有一种 就是有停损的可能性 你买最标的 比方说你在50块钱买错了 你买错 那你也有所谓的停损的考量 那或者是你去买一些不会动的 不会动的股票 或者是这个趋势是向下的 你买不会动 买趋势向下 也会碰到停损 你买标股 也会碰到停损的考量 那你为什么不来买标股呢 你为什么不来买标股呢 那我先跟你讲 下礼拜真的是有重头戏 那这个要先跟你做分享 下礼拜的 下礼拜 那这个是要跟你做分享 那我希望你要来 那这是台湾的独门独家 台湾的 台湾的 而且你们 你们只要有在操作股票的 你有在下单的 你每天早上起床 就会用这个东西 我不会骗你 你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拿他家的东西 出来看一下 这月线 你看它晃成这样子 它洗多久了 它洗得那么久 我们先让你看一下 整个营收的状况 2017、2018、2019 我先让你看这三年的数据 2017的营收12亿 12亿跳到14亿 跳到16.7亿 有没有越来越好 那最后的净利有没有 从6900万跳到1亿2 再跳到118 那获利状况更可怕 从1.7 跳到3块钱 再跳到4.48 代表什么 每一年都是用50% 50%来成长 从1.7跳到3块钱 3块钱跳到4块半 都是用50% 50%来做成长性 那我跟各投资友报告一件事情 今年会非常的可怕 今年会非常的可怕 那这家公司 它是全台湾第一套 做外汇金融机 股票金融机 跟第一套的证券语音下单 投资朋友你们做股票 有没有用那个语音下单 我们台湾的第一套的语音下单 就是他们家做的 那目前 目前 这我暂时先 不讲那么清楚 那么 这个先保留给政君 下个礼拜来讲 这个是唯一 Google有认证什么东西 Google有认证的 那 全台湾的银行券商 记住 全台湾的银行 跟券商都跟它有关系 尤其像电子支付 你们知道电子支付吧 电子支付那些有的没有 都要透过这家公司去发送 那包括六月份 全台湾有三家的网银 记住 全台湾有三家的网银 而且这三家的网银 独门都是它的客户 全台湾市占第一名 正因为刚刚讲过的 你只要操作股票的 你不管在看盘 或者是你用什么手机下单 你很多那种券商 手机下单的那些 有没有 都是他们家做的 那我只问你 这是2017的1块7 2018的3块 2019的4块半 那我要问你2020 是5块 还是6块 还是7块 当然你不用拆啦 你不用拆 因为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我们先讲好 先报名的 先带你上车 我的排序 是照 你先跟我们报名 报名就可以 就可以跟着上车了 报名就可以上车了 只要有报名的 就可以上车 这样你懂吧 你不要不相信 真的假的 报名就可以上车 你不要 你不要不相信 我的资料 我的内容 都一定是领先市场的 那我还没讲完 那如果你资因 不会非常的大 你是上千万等级的 那我先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下个礼拜 我会带你去 近拍 那我点到为止了 这个利润非常的大 利润非常非常的大 它是下一档千元俱乐部的 一档股票 那我会先带你去 竞拍 竞标 大概怎么拍 怎么标 我很清楚 你要来找我 你真的要来找我 你们从来没有想过吧 假设你有一千万 两千万三千万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有本事的人 一千万可以变两千万 两千万可以变四千万 信不信 不相信 那是你没有本事 你没有本事 你都跟我讲 你不相信 我每次在低档去跟你讲的 我来举个例好了 我举 因为这一跌厚厚一跌 全部都有预告 全部都有预告 我讲昨天的好不好 我们讲昨天的 昨天的 昨天有公开一档股票 我在很早以前 我强迫你有做一件事情 叫你强迫换股 我昨天让你看到了 其实很多人都把这个定格放大 前面三个数字 我都已经露出来 我没有遮 前面三个数字是610 我只遮了一个后面第四个号码 我强迫你一定要买 PS5 PS5 有没有跟你讲过 PS5 全中华民国 我第一个推荐 你有看到这个价位 26.3 最高只有到32块 我就用32块来跟你 来论的话 我不要用最低跟你论 这我昨天跟你公开了嘛 PS5 全中华民国 全台湾 全台湾 第一个讲的 有资料的 而且是强迫你买的 强迫你换股的 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啦 你有来这你的 这一定是你的 这一定你的啦 你不用跟我讨论那么多啦 你不用跟我讨论老师指数 指数老师这个指数 这个10814会怎样 我哪知道会怎样啊 我哪知道会怎样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我跟你讲的 PS5 PS5 在哪边 在低档区没有人要啊 我们不要讨论26块 26块有一点 有一点 不要讨论26块 我就讲最高 最高 你最高就是32的 32的 对不对 32那今天43 那你要谢谢我吗 你要谢谢我吗 有东西的哦 我这不是黄贴纸的哦 我不是黄贴纸的哦 我还有跟你说 这有没有 洗的一干二净 有没有 强迫你换股啊 这都有资料啊 PS5啊 我的东西都有 都有东西啊 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 这个哪一字 10年某一阵 某哪一阵 10年某一阵 某一阵 某一阵就这个 某一阵 某一阵啊 这边你要不要某一阵 我画这个真的是 我是懒得画你知道吗 你觉得四根吗 这几根 你要不要自己算下几根啊 你要不要算下几根啊 这翻倍了呢 这不是四根 我是懒得画啊 某一阵 某一阵啊 这几根啊 你自己算好不好 你自己算嘛 这四根我只有画这四根啊 我后面没在画啊 你自己看啊 我没乱讲啊 我没人说啊 这四根啊 四根就是这这这这 后面我都没画啊 那我可以再画六根啊 我可以再画六根啊 那台北股市很好吗 台北股市到底要涨还是会跌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台北股市到底要涨还是要跌啊 我只知道就算跌是正常的 指数拉回是正常的 但是重点是在股票 重点是你买的股票 你买的股票 我讲过啦 我讲过啦 你买的股票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重点是在于股票啊 股票啊 不能买吗 不能买 你们不是说都不能买啊 防疫股不能买 是哪里不能买 谁规定不能买 这边我叫你不要追啦 但是我讲过了嘛 那最起码修正 修正到八字头 八字头当然就可以买啦 八字头还不买 不然你什么时候才要买 3373的热印 不能买喔 不能买 人家第一季都快四块钱了呢 各位同学 第一季都快四块钱 你跟我讲不能买不能买不能买 不然是怎样啊 不然什么买不然买什么 这也跟我讲老师不能买 太飙了 老师太飙了不能买啊 但是我先跟你讲这个已经出来了 你要稍微冷静一下 我都会提醒你嘛 该冷静的时候就跟你讲冷静冷静 有时候跟你讲出来你当然要冷静啊 你这边不要那这跟你讲辣蛋 你当然要冷静啊 敢不敢不讲 我不敢有讲的呢 同事朋友 我都有讲我不是没有讲的呢 那我说电子电子我也没落差啦 电子 有落差 有落差 没落差啦 第一趟第二趟也没落差啦 今天创新高啊 今天不是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啊 今天创新高啊 对不对 包括跟你讲说那个拉回 有没有要回补哪个缺口 有嘛 回补缺口了嘛 回补缺口那当然就安全了嘛 那当然你这边去追我 我有讲得很清楚哦 我都跟你讲说这个缺口要先封闭 因为上涨过程就这个缺口没有封 那今天封了 封了就是安全了啦 封了就安全了嘛 对不对 那包括9919康大乡 之前你错过九根的 错过九根的 那我先再三的提醒你 你下个礼拜不用杀 你下个礼拜不用再杀了 再杀 再杀 再杀是你的问题 再杀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那我们看好的股票 我都跟你讲我看好啊 看好啊 先自其量啊 自其量下周不能补量 补量会怎样 会怎样 自己看嘛 因为能讲我都会尽量跟你讲啊 因为我这个人就很敢讲啊 看好的我就跟你讲啊 5G 5G的防火 5G的那个 那个 防火的 你们要知道欧米现在又很重视 包括现在台湾 台湾上次那个钱贵出事情 有没有 接下来5G的那个线 包括还有口罩 他都有哦 他都有哦 同志朋友 我是能讲的 我都会跟你们讲 但是这节目上叫做分享的 分享的啊 对不对 包括有时候会跟你讲说 我要下车 我要下车 我有讲耶 同志朋友 我都没说我水材力哦 你们可以去看这一天的节目 这一天的节目 这一天的什么 这一天的宇峻 有没有讲 我说 我说那个力多要出来了 我隔天就要卖了 我都还在 5月 待会儿去看哦 5月8号我没有讲 我名字给你倒过来写哦 5月8号在节目上公开跟你讲说 诶那个消息出来了 隔天要先卖 我要卖 我连要卖都先跟你讲 就开到106啊 106啊 106.5啊 不是最高 你不能跌地板 再来问我怎么回事 投资朋友 我5月8都跟你讲 我隔天要卖了 我不是没有讲耶 对不对 看我那种节目 开心过瘾啊 对不对 你要跟谁做我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但我希望你要来什么 尝试来买标股 那我说下个礼拜 真的会让你改变 尤其你5月份到6月份 你只要下个礼拜 你有来找我的 我跟你 我跟你讲到6月 搞不好还没有到6月份 你 你就飞上天了啦 那你要来啊 那我刚讲这一档 看完节目按个赞 截图分享好不好 或者把我们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这档股票 先报名 先上车 先讲好游戏规则 谁先跟我谁先报名的 先报名的 我礼拜一 就会带谁先上车 游戏规则很简单 谁先报名 谁就先上车 那你只要有报名的 听清楚哦 只要有报名的 我一定带你上车 你只要有跟我报名的 我一定带你上车 就这么简单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来看一档股票 看这一档股票 宏康 先给你看一下它的基本面的状况 你没有发现从四月份已经没同样了 已经跳到1.14亿 本来都是五千多万 五千多万六千多万 跳到1.14亿 对不对 好 请问五月跟六月 营收 我先讲营收 会不会跳出这种数字出来 四月已经1亿多了 五月如果是这个数字 六月也是这个数字 因为它是股本两亿的 两亿多的股本 如果两亿多的股本 又可以跳出这个数字 毛利率四十几% 请问五月跟六月的 单月的获利会有多少 你要看到答案没有关系 你要看到答案 那就等六月份吧 来 那我说过了 那你二月错过太极 三月错过经济 那四月保龄球 五月最标在我家 在我家 一个礼拜可以涨70% 你要来 这是最新要跟你分享的 下周 谁先报名 我就带谁先上车 谁先报名 我就带谁先上车 再讲一次 谁先报名 我就带谁先上车 如果你没有赚到 上个礼拜最标最标的股票 没有关系 本周一样 我还是做同样的动作 我要让你来见证标 见证标 见证标 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带回去就 对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线线评估 定次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